九十二 太陽報Gucci全球首間餐廳上海開業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6 本報信 法國奢侈品牌開雲集團Caring旗下品牌Gucci餐廳1921Gucci 上週三正式在上海環貿易App商場開門營業 成為全球唯一一間Gucci餐廳 吸引大批市民朝聖人均消費300元光顧過的網民指 餐廳午餐價格人均約150元 晚餐約300元 價格上算親民 從網傳照片顯示 餐廳陳設貫徹品牌的車話格調 並設有露天座位 讓顧客享受美食時欣賞美景 網民稱 餐廳內提供的菜式不多 價格上算親民 食物味道還可以 因中國近年嚴打貪腐 令國際奢侈品牌在中國的業績受挫 隨居除外 法國名牌路易威登 Lewis Vuitton LV 的母公司去年逆7至1億美元 約7億8千萬港元 收購中式餐廳翡翡餐飲集團如九成股權 轉供中國餐飲市場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